那我們請通署長還有那個理部長 謝謝 委員好 好 部長先請教一下 那個本席有看到說從6月8號開始 我們因應花蓮0403地震 再加碼1200元的這個文化幣 那請教這文化幣 因為本席看了半天還是覺得是說 當然衛花蓮復興振興這個是美意 所以現在是民眾可以到 就是符合資格的年輕朋友 16歲到22歲 他可以到6月8號開始 可以到花蓮去領取文化幣 但有沒有限定要在花蓮使用 的確是要我們現在是 只要私有文化幣資格 到花蓮去在當地 才可以領到 是是 這是我們會說去的 所以就是限花蓮使用 是是是 這個花蓮6月8號加碼的文化幣 就是1200元 在今年的6月8號一直到年底 可以到花蓮領取花蓮使用 就是要振興花蓮的文化觀光發展 是不是 好 OK 謝謝 來 部長 這個是好事啦 我們一起努力讓各縣市都可以 也讓花蓮的相信 可以感受到我們想畫部會的一個用意 回過頭來 今天主要 今天主要 圖的部分 到底我們國家要怎麼樣 來去做一個推廣 尤其我們在文化所定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到底國家語言有多少 目前我們在 有七種 網易的 網易的 有七種 只有七種嗎 大約譬如華語 大家最常講的華語 然後就是台灣台語 台灣客家語 台灣原住民語 然後還有蘋果族語 還有馬族語 還有手語語 這是我們在法律上面 大致上把它分類 一般來講 大家也講是說 新本土語言規定 國小來講有52種 有米南 米東語 台灣手語 特語還有不同的腔調 光腔調可以分六種 原住民語 還可以不同的豬 還可以分到42種 更不要講是說 如果說國小 還在加入新住民語 那新住民語 還有七種不同的新住民話 所以他們加起來是59種 那這樣子對於我們的 這個不管是 國家語文的一個發展來講 我們推廣 我們有那麼多的資源嗎 因為本市有看到 我們的主管機關是文化部 但主管機關文化部 其實只針對 台語 馬族語跟台灣手語 這三個文字 就是這樣一個方向 是不是 剛才你講的說 我們在國家發展的語言裡面 因為本來就有 各委會 原委會他們各自否責自己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 留給我們的就是 台語還有手語還有馬族語 最後大家就講是說 這有可能會讓教育現場 更加的侵蝕教育支援 那還有 失支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辦法來補給 到目前為止 我剛剛特別看了一下 我們教育部今天的報告 寫的也是樣樣傻傻 但是 最重要的 現在的失支的部分 缺額到底還有多少 沒有出現在裡面 是不是說明一下 各位報告一下 本土比在國小國中兩個年級 一個高中 以一年級為主 將近這樣的一個需求 目前已經批養了兩萬三千六百位 實支 每一年 從第一年 可能有一萬三千 不錯 那時候是 初年實施 那現在 實施在最高的年級數的時候 一十一九 我們全台灣 律計需要多少 你現在的失支是 只要 在去年 是最晚的時候 都夠 那現在有更多培養的 簽名 那是跟委員報告 你培養的是只拿到資格 但是有真的進入到 每個所有學校 因為到目前為止 本席也看到 有媒體幫導講是說 失支不足啊 所以有 遇百名的學校 高中的學校 其實高一沒有開割 那即便是到今年 也有 相近古時數位上的學校 高一沒開割 然後高二高三再開割 所以他就是不想要排幾個 實施的 也是你給老師用兩個 沒有辦法重複 重複使用 各位有問題 在一百 一十一學年 剛開始實施的時候 那麼一月 那麼逐月 甚至到後來是 兩週 逐小分農的了解 所以到最後 八月中的時候 在一百 一十一學年 開學前的 兩週 我們在全國的 校長會的時候 都出現了 那個時候 朝遠還有幾個學校 那時候 都處理完了 到後來 因為有 台灣 各學校 在施教的這個過程中 一定會有老師 那麼 我們還服以直播 共學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整體是 也有看到你這樣的制度 但重點在於是 你的各師之 除了 這個米蘭語以外 客語 圓明語 這些都足夠嗎 那 這些還是有三塊問題的 擔心 抱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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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